北京时间九点整 该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 今天是11月3号星期三 11月初期 北京请零下一度到零下九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徐静平向第四届中国能源商务论坛 致贺信 特别报道竹梦新城 今天举交 中国经济逐梦前行在阳山 李特强从哈萨克斯坦总理 举行中哈总理会晤 韩正出席第四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成目式 玄州15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原满成功 玄州15号三名航天员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两个航天员群组首次实现太空会师 今年1到10月 我国物流需求保持恢复态势 物流保障能力稳健 北京广州重庆冷定 坚持科学精准疫情防控 进一步优化核酸检测服务 保障人民群共生产生活 俄军在布涅茨克方向继续对乌军展开攻势 乌军称对俄军实施通袭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四届中俄能源商务论涵致赫信 习近平指出中俄能源合作是两国务实合作的重要基石 也是维护全球能源安全的积极力量 面对外部风险挑战 中俄双方加强沟通协作 推进重大合作项目 显示出中俄能源合作的强劲韧性 诠释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广阔前景 中方运同俄方一道 打造更加紧密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促进能源清洁绿色发展 共同维护国际能源安全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为国际能源市场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做出新的贡献 同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向第四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这特性 中国之声特别报告 热门清晨 实际平总书记指出 要坚持独献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推动经济发展 实现量的合力增长和质等稳步提升 过去十年通过败彻新发展理念 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特别报道 竹梦新城 今天播出中国经济竹梦前行赛阳帆 再次总裁记得王毅群贺威通 陈铜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发展是党执政新国的第一要务 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低气隆隆的工厂车间 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 在争分夺民